在塔尔镇还有一口神奇的水井 它在一个密林深处 当地人叫它圣达路西亚井 井旁有一座大大的牌楼 这座牌楼是早年中国工匠 用珊瑚石枣刻出来的 很轻的 来 抬上 洗洗 塔尔人相信这口井是一处神迹 因为塔尔的一座女神神像 就是在这里被重新找到的 排队来打水 这个景也是在1603年的时候 有两个妇女在打水的时候 发现有神像冒出光的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现在也是一个圣坛 或者叫圣井 到受难日的时候 很多邻村的人都会到这来 淘取这个圣水 说到陈相 在圣德路西亚井附近有一座教堂 这就是塔尔镇最具中国情节的凯撒塞圣坛了 凯撒塞圣坛 凯撒塞圣坛原是一座天主教教堂 根据当地文献 他说这个是怎样 西班牙人把这个像印到菲律宾的时候 忽然就掉在一个河里面 1603年 镇上一个华裔渔民在河中捞出了这尊圣母像 他便将神像带回家中供奉 后来西班牙人得知这一消息 强行将圣母像拿走 然而圣母像在迁移后 竟不时地在夜里神秘失踪 次日清晨又会回到圣坛上 直到有一天 圣母像终于一去不返 冰豆说 圣母像失踪八年后 也就是1611年 镇中的两名妇女 在我们刚才看到的圣大洛西亚顶边打水 赫然看见圣母像在水中的倒影 抬头一看 发现神像坐在树梢上 于是他们将此事告诉了当地神父 神父认为圣母钟爱这个地方 于是就在这里建造起一座教堂 据说圣母像被重新发现时 因他身边有几只凯赛开赛的翠鸟环绕保护 所以圣坛也叫凯撒赛圣母教堂了 对凯撒赛圣母像当地华人另一说 他们说有一艘中国商船行经附近外海时遭遇风浪 船长为求平安 把船上的妈祖像抛入海中以振服龙王 后来被塔尔人捞起的就是这尊妈祖像 更在后来西班牙人对华人大屠杀时 圣母像现身拯救了许多镇上的华人 这让当地华人更加认定 这尊圣母像就是他们的妈祖 他的第一件绳子呢就1603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华人在玛丽兰的一个地方经营生意 跟西班牙人产生了利益上的冲突 让我们起来革命了给西班牙人大屠杀 差不多两万的中国人都给他屠杀了 那其中只有一个 那有一个叫海饼的中国人 大屠杀以后第二个早上他在这里出现 他说给他们西班牙人挥到丢到河里面的时候 有一个女人就是跟这个一模一样的人 把她挥上岸 挥上岸然后就跑到这里来 所以第一件事就是救一个是中国人 凯撒塞圣母像高约20公分 菲律宾天主教徒 会在每年12月为他举行庆典 而菲律宾华人 则会在奴隶8月5日 在这里上香朝拜 这种宗教极为安静 或许 凯撒塞圣母是全世界 唯一具有双重生物的上香 1572年 小镇被西班牙人命名为塔尔 今天塔尔镇被认为是菲律宾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的文化遗址之一 据说这样的遗址 在菲律宾就有两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